Hello大家好,我是纪良,这是我的第七个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职场技能 怎样用Notion来制作简历 那么我们开始吧 新的一年也许很多人都会有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的需求 但是许多的简历网站的简历都是要钱的 所以我近期的发现可以用Notion来制作简历 那么用Notion来制作简历呢有几个好处 第一是它的排版简单 比起Word文档来说它更不容易乱 第二是它是免费的 第三你可以把它存在自己的笔记里 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又可以把它调出来 改一改它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简历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也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历 第二制作教程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简历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简历 它包含了一些核心的模块 对于职场新能或者是大学生来说 我觉得是够用的 那么对于职场老兵的话 可能需要添加一些模块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添加 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简历的基本模块 首先是基本信息 这一块是你的相片 这里是你的姓名 然后是一句话介绍你自己 这个一句话介绍最好是写符合你的求知意向的职业优势 比如说你想应聘互联网产品经理 那你就要突出自己的逻辑能力和执行力 而不要去写类似于朋友圈这种文艺的句子 那样没有意义 然后是基本信息你的年龄工作年限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都要写上 然后是你的求职意向你的求职状态是在职还是已经离职 最好是同时写上你的预计到赶时间是一周还是一个月 然后是意向岗位薪资要求和意向程式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工作经验 在这里我建议从最新的日期开始写 把最近的一段工作经验写在最上面 然后详细描述你的职责范围工作任务以及取得的成就 工作经验的描述最好于目标岗位的招聘尽量的匹配 用词要精准而且要简练 可以去写出一二三点去举例说明你在这个公司具体做了什么 比如说一我在某某时间段做了什么样的项目 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二我在某某时间段又做了一个另外的项目 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这样去写能够体现你的逻辑性 教育背景的话也建议从最新的开始写 然后不要把你的所有教育背景都写上 比如说初中高中这些都可以不用写 如果你是研究生 那你就写研究生的教育背景和本科的教育背景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大学毕业 那你只用写大学毕业的教育背景就行了 这里写上你的专业名称和学校名称 然后可以去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校的突出表现 这个在校的突出表现可以是自己的获奖证书 或者是参加了什么比赛的排名都可以写上 接下来是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一句话介绍的精细版 你只有把这个一句话介绍写好 你才能吸引HR有耐心的把你的简历读下去 当他把你的简历读下去之后 他可能会注意一下你的优势 那么你就要去展开去讲 比如说你的优势是执行力很强 那怎么去体现你的执行力很强呢 你就要去通过一个场景 比如说通过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花了多久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来体现 或者是你通过多久的时间考取了一个证书来体现你的执行力 最后是技能特长 有些岗位会要求一些技能特长 比如说设计岗会要求需要懂PS或者AI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技能都写在上面 并且通过这个打新的方式去展现你的技能的一个熟练度 当然不是特别熟练的技能 我建议不用写在上面 然后你的技能也不要写的过多 最好是写三个核心技能就够了 避免你写的太多 让HR觉得你是一个技能过多 但是有每一个都不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制作这样一个简历 首先在这里点击新建一个页面 点击展开 添加一个封面 添加一个头像 点击上传图片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选择图片 上传好你的相片之后 在这个标题这里输入你的姓名 输入好你的姓名之后 我们在下面输入一句话介绍 然后换行 我们来建立你的基本信息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输入一个基本信息 换行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输入一个求职意向 点击它 选定它 把它调整到右边 松开 那么它就两行并列了 在这个基本信息下面 输入你的基本信息 分别是年龄 工作年限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在这个求职意向下面 输入你的求职意向 分别是求职状态 意向岗位 薪资要求 意向程式 然后回到这个基本信息 在这里输入三个横杠 激活一个分割线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分割线是应用了上面的样式 它只占了一半的篇幅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分割线 拖动到最下面 让它取消应用上面的样式 拖动到最下面之后 可以看到它已经应用了整个画幅 回商一下 在这个分割线的下面 我们来建立工作经验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输入好工作经验的标题 在下面建立一个时间 记住一定要写时间段 在这里输入好职位名称 公司名称 换行一行 在下面输入你的经验描述 输入好你的职位描述 在职位描述下面 可以输入一二三点 分别去说明你的项目描述 然后选定这个公司名称 把它拖动到右边 让它们两个并列 如果你有多条工作经验的话 可以复制上面这一块 把它粘贴到下面 把这个公司名称选定它 调整到右边 好接下来我们在下面输入三个横杆 激活一个分割线 空格一行 然后在下面建立你的教育背景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输入一个教育背景 把上面这个时间复制一下 点击这个block 选择duplicate 把这个时间 拖动到下面 然后在这里输入 专业名称和学校名称 在这里写上你的教育背景的 简单介绍 把这个学校名称 拖动到右边 跟这个专业名称并列 把它分成两列 我们在这里输入三个横杆 激活一个分割线 然后我们来新建我的优势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输入好我的优势 在这里输入我的优势的介绍 可以输入一二三点 分别去介绍我的优势 然后空格一行 在这里输入三个横杆 激活一个分割线 我们来新建技能特长 输入三个警号加空格 新建一个技能特长 然后在下面 建立好技能一 技能二 技能三 分别去拖动它们 先选择技能二 把它拖动到右边 再选择技能三 把它拖动到技能二的右边 让它们三个并列 然后在技能一下面输入一个新 选择这个新兴的图标 复制它 粘贴 在这个技能二下面同样的粘贴 你的熟练度是多少 就粘贴几个 最高是五个 好 那么我们这个简历大部分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样式 首先把这句话调成灰色的 选定这个block 选择它的颜色 选择灰色 然后把这个基本信息下面的字段 和求职意向下面的字段都调整成灰色的 选定它们 在这个block设置里面 选择颜色 调整成灰色的 然后在工作经验下面 把这个时间也调整成灰色的 选定这个block 同样的方法 选择颜色 调整成灰色的 第二段工作经历也是同样的 调整成灰色的 教育背景的时间也调整成灰色的 调好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把这个职位名称和公司名称也调整一下 选定它的文字 会出现一个样式选择框 把它加粗 公司名称也是一样的 加粗它 然后是教育背景 把这个专业名称加粗 学校名称也加粗 然后如果我们做完之后 觉得这个页面还是太素了 我们可以选择 把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些大标题 给它添加一个快颜色 选定这个工作经验 选定它的block 给它添加一个快颜色 教育背景 选定它 选定颜色 在这个颜色下面选择快颜色 那么这样我们的一个简历就做好了 那么做好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用呢 我们点击这个三个点 在这个页面设置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导出 点击这个导出 点击这个导出 选择导出的格式 选择PDF 它默认是A4的大小 不用改 直接点击导出 那我们选择导出 那我们选择导出的位置 更改一下它的命名 选择导出到桌面 那我们推出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简历就出现在我们的桌面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下节视频我会分享一些Notion使用方面的小技巧 包括很多粉丝在使用过程中提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